再过几天就是清明廉价 不过每到清明时节总是雨纷纷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今明两天 这个东部有局部的短暂争雨 气温回升 而在周三开始则将会有一波的封面报道 全台降雨的几率就会提高 尤其降雨集中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所以要提醒民众廉价出游记得细带雨具 再过几天就是四天的清明廉价 但每到清明时节总是雨纷纷 今年也不例外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今明两天东部仍有短暂雨 但气温回升 到了周三则将有一波封面报道 降雨集中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 但不会像上周雨势来得猛烈 4月1号开始到我们年假 4月6号到下礼拜一 基本上整个花莲天气都不是很好 都大概都是阴有雨的情形 不过还是局部地方 雨会比较多一点点 不是说整个花莲多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温度变化 其实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低温的方面 大概都维持在19度 所以封面经过也不是说通过花莲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低温不是很低 但是在高温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封面来的时候 我们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度 到礼拜六的时候因为云层会比较薄 阳光可能会透出来 所以温度又会上升到25度 然后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云又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整周看起来花莲的天气只有礼拜六 可能云会少一点 但是所有的银封面的地方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雨或短暂阵雨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廉价可能外出还是要攜带雨具 周三起封面通过关系 东北季风增强 中南部多云稻晴天气 东半部地区则有短暂阵雨 气温方面 入夜后气温下滑 早晚偏凉 建议民众适时调整穿着 尤其廉价出门游玩花冬 除了一样要做好防疫措施 也建议记得攜带雨具 记者长方燕华林市报导